人生短短几个球 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蘑菇头音乐 我是你们的小蘑菇 人间阴火味 最主烦点心 每个人身边多多少少有几个大神级的歌手 虽然他们没有光鲜亮丽的舞台 但是一开嗓 甚至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新眼球的魅力 本期就跟随蘑菇一起去看一下 隐藏在身边的民间高手 最近一对来自温州瑞安的农民夫妻 不曾想过一种自创自娱自乐的夜铺舞 有朝一日竟被无数网友点赞 原因是这样 丈夫范德多出生后后 留下了严重的抑郁症 但是被妻子彭小英的带领下 学习跳舞同时被舞蹈的快乐所感染 治好了多年来的抑郁症 音乐一响在舞蹈中大肆大笑 无数网友看到之后都表示 每一个动作都是爱你的模样 我都曾经留过 这两期日中 究竟问了什么 在给你我两分钟 让我把这一切证明 你融化了眼泪 每车都滑了 相信你一定是第一次了解到 超市竟可以点歌 这波有些超市采取了一些吸引顾客的手段 消费满一定金额就可以现场点歌 唉 这年头 没电才艺连超市都不敢进了 怎么大风越狠 我心越大 一时风叫声飙洒 谁不尽量的在荒芜 我又是买下 转身渝尘 谁要追下的再更新 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 在我上海 全是高手 全是高手 全是不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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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醉然的乱回风 别像我 全是高手 精彩的战亡 全是高手 一生短短几个秋 无阿不醉不罢休 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 似乎这首是民间歌手自卑曲目 基本上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演绎 但是听起来最有共鸣的当属这位小哥 人生短短几个秋 阿不醉不罢休 东边我的美人 那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秋阿 阿不醉不罢休 愁情凡事别放心痛 很多人都说在饭局上才是一天之中最放松的时刻 九过三旬正当微醺的时候拿起话筒 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 所有的经历用沙哑的声音表达一切都是有公式的 如果当时我们不那么倔强 现在也不那么一样 出文不知曲中原理 再文明是曲中人 没讨过三五个老婆 哪能唱出独死死心灭肺的感情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